完了几十年的车了 看完这个视频我才知道 还能手工更换汽车方向机转向内球头上的塑料卡 我以为这种小零件出现问题就只有更换配件这条路 可怜我家的老本田全身的零件都快换一遍了 而你眼前看到的就是刚从本田汽车上 拆下来的方向机转向拉杆 由于从未保养过球头变得非常松动 在巴基斯坦更换新的转向内球头也就1500卢比 但是司机还是更愿意花500卢比进行维修 对于巴铁师傅来说 想更换球头内部的卡扣其实也挺简单 只需要用车刀把固定球头的套筒 把前半部分车销掉就可以了 师傅很快就把套筒外侧的圆弧车销平整 随后使劲歪至拉杆把球头取出来 剩余的塑料卡扣依然很坚挺地卡在套筒内 只能用铁棍把卡扣一点点取出来 经过多年的使用塑料卡扣的厚度已经变薄了很多 这也是导致球头松动的原因 球头表面生锈也非常严重 需要用砂纸抛光打磨一下才可以 由于原先的套筒被切掉一半 师傅直接用一个报废的钢管车销出套筒需要的底部 随后把车销好的钢管直接放进套筒内 不得不说师傅采用的方法还是非常巧妙 没有丰富的经验很难想出来这样的拼接方式 完成拼接后师傅直接使用电焊进行焊接 焊接后的成品凹土不平 这水平要是放在国内怎么也能算个初级焊物 随后师傅使用车床把焊流车削光滑 经过高温加热后的内部 还无法直接把球头安装进去 还需要车销一遍才可以 随后用错刀进行打磨 完成打磨后就可以安装新的塑料卡扣了 随后师傅重新用车床固定好转向拉带 师傅直接使用自己的大铁棍给套筒进行封变 这一步的操作属实让小编有点想不到 有点不讲武德的嫌疑 随后使用轴承车刀给套筒圆弧的位置进行滚压 让套筒的弧度更加圆润平整 滚压完成后这样转向拉杆内球头就更换完成了 涂抹润液就可以掰动球头 虽然更换配件更容易挣钱 还是不得不佩服巴铁的维修理念 不让车主多话一分冤枉钱 在巴基斯坦这不是一举空话 由于巴基斯坦的卡车配件更换一次非常好 他们的后桥都是修修补补 以至于每超过十天就要损坏一次 虽然维修前和维修后的效果不明显 但是巴铁师傅还是要用钢板进行加固 又可以让这根后桥在保持十天不断的情况下 又能增加两天 现在卡车还在等待这个后桥续命 车主也是在路边截了个三蹦子 五分钟齐袭三公里来到眼镜师傅这里 虽然这根后桥已经被人接过八次周 车主也是没想到 这次是从翘体中间直接四分五裂 好在前任师傅维修焊接的还算坚固 没有让这根后桥直接分架 因此师傅在使用地坑车床固定时 就不需要调整铜心这个环节了 为了防止在使用液压机将翘起的翘体压断 只能使用电焊将残留的连接处加固一番 在保证不会断成两半后 师傅就可以将其放到液压机下 通过几十吨的压力可以将断裂的钢板压进复原 对于液压机的挤压力度必须掌控到位 如果用力过猛 肯定会导致翘体断裂位置的钢板从后桥上分离 在师傅精确的操控下 四分五裂的钢板也已经贴合到一击 由于在液压机下焊接不太方便 只能先把如同蜘蛛网的裂缝进行点焊处理 这样在撤掉液压机的压力后 合体的裂缝也不会出现一位 虽然眼镜师傅是八级前功 但他不是力量型的选手 只能在大肚子涂地的协助下使用小推车 将后桥拉到地坑车床旁边 为了能让车主在开车时能够安心上路 大肚子师傅还是非常严谨的随意转了几圈 并用肉眼测量一下是否同心 发现不是后桥有问题 而是车床没加紧 于是在调整卡盘后 就可以使用电焊从内向外开始对裂缝堆焊 为了确保裂缝不再开裂 师傅使用一节钢板弹簧进行焊接加工 这样能保证车主能够安心使用这根后桥 在内外所有的裂缝都堆焊完成后 师傅想到以前的维修工就是这样焊接的 这次还用这种方法肯定坚持不了十天 就会再次出现问题 所以这次一劳永逸直接使用这种大块钢板 在翘体中间进行加固 因此在大肚子涂地的斜柱下 将钢板砸成弯弯的形状 随后再使用家具将其固定到翘体中间 在感觉没有问题后 就可以通过电焊将其固定到后桥上 再经过9912根的焊条加固下 钢板已经彻底焊死到后桥上 如果再出现断裂的问题 肯定不是自己的问题 刚才在固定钢板的时候把弹簧座拆了下来 此时只需要将底座重新焊接上 车主由于着急用这根后桥赶路 因此也不在乎是否美观也就不用打磨了 那么这根即将分裂的后桥就彻底修复好了 不知道这样的后桥给你用的话你是否敢用 巴基斯坦的丝锥制造商也不知道怎么得罪他们 损坏的钻头不扔就算了 他们居然可以使用车床将报废钻头二次加工成为一个新丝锥 真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 眼镜师傅作为巴基斯坦的巴基前工 每天的活都堆得满满 连陪媳妇的时间都没有了 最近购买的丝锥最多超不过三天就会崩断 今天正好有一个小时的空闲时间 就算回家媳妇觉得时间也是不够用 因此师傅就决定用这个时间将这些损坏的钻头制作几个新的丝锥 这种钻头一般都是质地较硬的高速杠 因此师傅需要用以缺枪进行退货处理 来消除他的内部硬力提高他的韧性 并且原先的刀头也是长时间的工作已经卷刃 为了提升切削速度 眼镜师傅直接更换一个新的刀头 这个刀头更换一次基本上可以使用一个月的时间 因此在焊接的时候使用铜焊条进行加固 在原材料和刀具都准备完成后 眼镜师傅使用三爪卡盘固定好钻头 但是在此之前师傅还需要对刀头进行刃膜 把残留在上面的焊疤清除掉 也能提升它的锋利程度 在打磨完成后 就可以给钻头进行切削了 为了方便用中心钻进行打火 第一步需要给钻头的顶角居销平整 这次眼镜师傅真是眼睛出现问题 肉眼测量出现失误中心孔直接钻偏了 无奈只能使用电焊将顶角部位进行点焊修复 完成后再次使用螺纹居刀对顶角撤销 这次终于很顺利地将中心孔拿好 再使用尾座进行固定 下一步就可以给钻头外圆进行车销 由于是新的刀头 在切削的过程中没有丝毫的停留 这也得益于它丰富的普车经验和精湛的切削技艺 使切削的外圆非常光滑 在切削的差不多后 师傅为了加工精度 还需要用卡尺测量其直径 接下来师傅在不使用螺纹硅的情况下 直接车销螺纹 只靠自己丰富的经验 就可以很准确地切削出螺纹间距 这对普车技术要求非常高 在巴基斯坦能做到这个程度的前功 也是寥寥无几 这也是他称霸车床界的重要的原因 螺纹制作完成后 眼镜师傅使用角磨机将多余的部分切割掉 并且将顶部打磨得更加圆润 使其更加锋利光滑 随后将丝锥反方向进行固定 然后将丝锥底部继续进行外圆车销 让刀柄部分更加美观 切削完成后 丝锥的方头部分的制作师傅没有专业的设备 因此他直接使用角磨机进行打磨 师傅的这个操作也是出人意料 这个过程中必须小心翼翼精确掌握打磨时的力度 防止过度打磨 方法虽然简单却是非常实用 在打磨完成后 丝锥现在还达不到使用时的强度 重新来到室外并用钳子进行固定 师傅需要使用乙缺枪对工作部位催火 只需要对刀具部分进行高温加热至红铜铜才可以 随后在清水中加入绿化被 使丝锥的傲视体向马视体进行转变 从而提高丝锥的硬度 完成后 由于丝锥的排泄槽 直接使用钻头的排泄槽 并不需要重新加工 只需打磨光滑就可以 随后使用班首在钢板上测试丝锥的锋利程度 效果完全达到预期要求 在制作过程中完全展现了眼镜师傅的高超技艺和善于思考的头脑 那些配件商看见了真想给他个大鼻兜 路已经彻底被他堵死 由于巴基斯坦的卡车司机大部分都是无证驾驶 驾驶水平不咋地 一公里就会采集杀五六次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的刹车盘最多三个月就要更换新的 于是他们从中国大量进口了各种汽车上面的二手报废配件 然后使用熔炉进行高温熔炼 仅用从国内流传过来的翻砂铸造技术 没想到在使用车床进行精细化的车销后 就能制造出一款连续急杀上万次都不损坏的刹车制动盘 由于他们的融化炉子的口特别小 这种较大的材质塞不进去 只能使用锤子进行分解 由于刹车盘的耐磨性和耐热性的要求比较高 在熔炼之前还将不同型号的铁和钢按照比例进行粪减称重 没问题后就可以通过这种简易的传送带送到熔炉旁 在传送到熔炉旁边后 工人师傅就可以将这些材料丢进熔炉进行熔炼 由于铁水的融化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因此旁边翻砂铸造车间的师傅们也不会闲着刷富贵的视频 为了节省铸造砂的字号 他们会将以前使用过的砂子重新使用筛子进行筛选 然后再用新的铸造砂一起混合使用 在搅拌的时候还会倒入报废的机油当作粘合剂 在经过充分的搅拌后 相互掺和的砂子就会具有很好的粘性 在废物利用这一块他们始终走在世界的前列 随后再使用小推车将混合好的砂子推到一旁带用 在制作刹车盘模具前 师傅会先在地上撒上一层干燥的砂子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方便后期脱模的时候进行分离 随后师傅将模具铁框放在模具上面 并在旁边放入一个铁棍 这是在提前预埋出胶住口 为了防止砂土出现气孔的情况 师傅要不停地使用铁棍进行搅拌压实 并且想要得到完美铸件砂土 需要非常解释才可以 因此师傅也是手脚并用 随后再使用铁棍进行滚压 为了方便胶住 需要使用铁片对预留的小口进行扩大 完成后就可以将砂箱反转过来 并将模具底座取下来 这时师傅还需要在上面撒上滑石粉 没问题后重新在模具上面放上一个新的铁框 这里还需要使用砂土再次进行填充 由于模具内砂土被师傅踩得非常紧实 所以进行按压的时候并不需要担心踩坏 再把表面的砂土处理平整后 就可以把制作好的砂箱 平放到刚才撒到砂土上面 导致只是完成了砂车盘外模具的制作 砂箱的内模具则由另一名师傅来完成 师傅只需要在模具上面填满砂子 并通过木块将溢出的砂子处理平整即可 这样就很轻松地得到砂车盘的内模具 在两个模具合二为一之前 还需要使用火枪提前考制一下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砂形在胶住过程中出现松散 一味或变形等情况 同时在考制的过程中 还可以将砂土中的水分进行蒸发 减少因水分过多而出现的铸造缺陷 随后师傅将内模具放到外模具中间 而内模具和外模具都是为了批量生产而制作的 因此它们之间的间隙是完全固定的 而旁边的熔炼车间再经过几个小时的高温断烧也已经融化成 所需要的铝合金液体 这时就可以将液体倒进铁桶内 然后通过所预留的胶住口直接倒入 在这之前师傅已经使用铁块将模具进行了固定 所以也并不担心铝合金液体会溢流出来 铝合金液体通过内外模具直接的流动 就会形成一个新的刹车盘 在内部的缝隙完全填充后 只需等待三四分钟 就可以将外面的铁框进行脱模了 因为在液体刚灌入模具时就已经成形了 在彻底冷却后就可以去除掉内部的沙土 而眼前的这一堆就是刹车盘的粗胚工件了 由于表面的非常粗糙还达不到出厂的标准 因此还会运到附近的车间进行车销加工 它们会利用车床将刹车盘的毛磁处理光滑平整 由于刹箱模型都是手工制作出来的 中间难免会出现较大物产 因此刹车盘的厚度和直径都需要经过经车来达到统一 在车销完成后 刹车盘已经变得非常光滑明亮 随后将其放到台钻上面 通过法兰模型直接在上面进行打孔 以此来制作出刹车盘的螺栓安装孔位 完成后师傅还需要检查表面是否存在缺陷 如果有问题还得回炉重造 没问题的则可以在上面喷上防锈油漆 在喷涂好油漆后 它的精度依然达不到要求 因为它的内镜和外镜刚才师傅并没有进行处理 是否是正圆形肉眼根本无法测量出来 整个内圆和外圆都需要车销一遍 以达到所需精度 经加工完成后为了便于售卖 师傅还需要对刹车盘统一包装 这样由报废零件打造的刹车盘就才完成了 大家觉得这样的质量能否承受住巴铁司机 每天几百次的击杀呢 半轴断裂不要慌 巴基斯坦有梁方 眼镜大叔技术强 修复起来不慌忙 测量切割都在行 车销打工美名羊 天刚微微亮 就有几辆半挂停放在这里排队进行维修 眼前这辆半挂只因多拉了一点点木头 导致半轴断成两节 现在看起来跟废品没什么区别 但哪怕是坏成这样 这里的师傅也可以进行拼接 眼镜大叔更是没有半点纠结 直接掏出卷尺 测量出半轴的总长度 并在上面做出明确的标记 动作非常的迅速 由于断面过于复杂 直接拼接肯定是使用不了的 这些打叉叉的位置都要切割掉 后续利用眼前这根废弃的半轴拼接 当全部测量标记完成后 接下来就到了切割的环节 众所周知 这一环节肯定都是离不开车床的 但当师傅将其固定好后 本以为他是利用槽刀直接进行切割 没想到他直接拿来了一个大大号的角磨机 固定到刀座上 并用角尺精准的进行测量 确保角度一致后 将车床转速调成低速 便开始对其进行切割 每一步集在情理之中 又在意料之外 不过话说回来 这个方法确实是快 不到五分钟的时间便能将其切割出来 而且端面还非常工整 但这样还不能直接进行拼接 为了让其更加牢固 师傅打算利用螺纹的方式 对其进行拼接 所以这一段师傅会在上面加工出螺纹 只有这样才能都做到一轴传三代 这一段加工出螺纹后 那么拼接的部分肯定是需要进行打孔 后续再在那孔车销螺纹 这样两端就会牢固的固定在一起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两端都加工完成后 师傅会拧进去检查 检查没问题后便可以加工突圆这一部分 由于这段比较长 而且断面又不平整 利用顶尖又固定不住 所以这一端在切割的时候 需要利用中心架进行固定 防止在切割式弓箭跳动 导致切割出来的断面不平整 这一段的加工方式跟前面的一模一样 也是先在上面加工出螺纹 后续利用螺纹的方式进行拼接 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精细加工 现在终于把几段半轴成功拼接起来了 但现在还不可以直接马上进行焊接 为了确保长度跟原来的一致 在焊接之前还需利用卷尺测量 检查没问题后便可以对其进行焊接 但焊接工作并不是眼镜大叔亲自操刀 而是由他的关门大弟子进行堆焊 眼镜大叔则负责旋转半轴 就这样子 试图互相配合直到焊满为止 经过了半个小时的电焊工作 现在两边的焊缝终于焊完了 看上去严丝合缝 完全可以投入使用 可作为一位精益求精的师傅 肯定觉得这样子的半轴还不够完美 所以接下来他会再次对焊接过的半轴 进行车销加工 把吐出来的焊巴 与拼接上去的这一节外缘 车销至于原装你的大小一致 经过一番行云流水的操作之后 现在这一根半轴 根本都看不出来是焊接过的 为师傅高超的手艺点赞 我不是在跟你商量 我是在求你 别逼我跪下 大家都知道 已经弯曲变形的液压油缸活塞感 是不能维修的 就算是修理也无法恢复到原来的强度 然而在巴基斯坦修理工的眼中 却是很容易维修的小活 他们懂得巴基斯坦的车主 购买一辆大型的工程机械不容易 所以秉承为他人着想 就是为自己铺路的工作理念 只要能修就不换件的方式 让巴基斯坦的车主 享受别人享受不到的维修服务 并且经过他们维修的活塞感 还能恢复到原来99%的强度 至于价格只需要3000卢比而已 今天就看看巴铁 是怎么维修弯曲的活塞感的 首先工人把钢盖螺栓拆下来 可以看到螺栓生锈非常严重 并且已经变形 螺栓拆掉后 工人则使用铰链把油缸抬起来 离地后的油缸才可以更好地拆解 由于活塞感是从中间位置发生的弯曲 导致钢盖和活塞感卡在一起 只能使用武力强制敲松动 在工人费劲敲了几分钟后 才勉强把钢盖敲松动 接下来开始把弯曲的活塞感抽出来 虽然他们抡大锤的方式 很容易把活塞感敲变形和钢筒拉钢 他们觉得都弯成这个熊样子了 如果敲坏的话 那就一起维修就可以了 费了很大的进攻人 才把活塞感从油缸内敲出来 整个活塞感从中间位置 已经弯成了弓箭的形状 很多师傅第一眼看到 肯定直接就像死亡通知书了 要么换件还是换件 基本上不会有第二个选择 此时工人用大班手 拆解活塞头大罗姆 活塞头上的密封圈 看着没有太大的问题 不需要更换新的 整个活塞感上的零件 全部拆掉后 工人重新用一条捆绑 通过铰链把活塞感 放到液压冲床下 进行轿质工作 在矫正的过程中 工人要时刻转动活塞感 检查轿质的情况 并用百分表检查 是否达到标准 经过两三次的挤压 弯曲的活塞感 已经达到原有的同轴度 由于活塞感是一个运动频繁 技术要求高的运送部件 并且活塞感弯曲的时候 导致原有的强度下降很多 所以需要重新对活塞感表面 重新镀个强化 工人防止把轴头的螺纹 也进行镀个 直接用胶带缠绕包裹 固定好活塞感后 为了去掉表面的灰尘和杂质 工人用洗衣粉 直接涂抹到活塞感的表面 然后再用清水清洗掉 就可以了 接着把活塞感放进 装满各三溶液的镀个槽内 进行强化 通过硫酸作为催化剂 给表面进行镀个 这样会使活塞感表面光亮 硬度高 并且镀个的时间 要根据镀层的厚度决定 虽然看似简陋的小缩法 它们的设备还是比较齐全的 很多巴铁维修工这一步 都是直接省略了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镀个 工人重新把活塞感拉出来 并用外镜尺测量直角 没问题后 把活塞感底部的胶带剪掉 并用清水冲洗掉表面残留的镀个液体 镀个完成后活塞感表面的粗糙度 要控制在0.02至0.04毫米内 为了增加表面的密封可耗性 接下来工人需要打磨活塞感表面 并进行抛光 打磨完成后工人重新用抹布擦拭一点 整个活塞感表面都可以当镜子用 接着工人用皮带捆绑好 通过人工推动的方式把活塞感推到钢筒所在的位置 重新放到地上后 工人开始安装钢盖内的油风和密封垫 涂抹好润滑油后 工人把钢盖插进活塞感内 接着把活塞头安装好 再通过拉扯的方式把密封圈一一安装好 随后把大罗姆重新安装好 接下来就到了最后的钢筒和活塞感组装 工人首先在钢筒内部涂抹上润滑油 再通过吊车固定活塞感慢慢对准钢筒进行安装 插进去后工人把钢盖安装到钢筒上 再用L型扳手进行固定钢盖螺栓 接着继续使用大铁锤 把活塞感一点点的锤进去 这下作坊完全继承了那句话 大厂动小厂烧他们全靠锤子销 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完成了活塞感的修复工作 不得不佩服他们的维修能力 那么你愿意把你弯曲的活塞感拉到巴基斯坦维修吗 我们经常说发动机上的活塞头是发动机的几个技 飞大厂是生产不出这么精密的一技 一位巴铁在国内汽车配件厂工作了两年 回到国内探亲时发现很多维修小做法 都是严重缺少发动机零件 于是凭借自己在国内学过的技术 说服家人开了一家发动机活塞生产的家族小做法 每天生产2000个活塞都补给眼前 让这位巴铁一年内就实现了年入千万卢比的梦想 接下来就看看巴铁是如何使用简陋的工具来生产活塞头的 这个汤锅内是已经融化好的铝合金液体 而眼前这个怪异的物体便是铸造活塞头的工具 工人只需要把660度的铝合金液体倒入工具中 通过几十秒的冷静 活塞头的粗黑便制作好了 为了减少下一步工序的等待时间 工人直接用清水进行讲 虽然这位巴铁老板才干了两年 就购买了五六台二手的普通车床 并且老板打通了巴基斯坦国营大厂的渠道 下个月就要成为他们的活塞供应商 由于刚铸造好的活塞头表面还能铸造 还需要用车床进行工件加工 活塞头的环槽需要用车刀进行车销 去除铸造的毛巾 完成后把活塞头放到糖孔车床去 需要进行活塞销孔糖孔除 虽然看着都是很简单的操作 也需要很专业的技术人员才可以 下一步的工人用钻头 在环槽内打出多个回油孔 至于回油孔是否分布均匀 全靠工人自己来把握 巴铁很少有人在意这个细节 随后工人把活塞头安装到另一台车床上 需要进一步的外沿车销 在车销的同时用错刀打抹椅 旁边的铁刷子则防止碎屑碰到轮上 不得不说工人对自己的防护还挺到位 经过车销加工后 活塞头就制作完成了 虽然巴铁的生产环境都很简陋 但是它们生产的质量还是非常好的 要不然也不能成为大厂的工友商 正所谓司机已不载车子还能继续传三代 大家都知道巴铁使用暴废的零件是出了名的 不管你的零件损坏成什么样的状态 你只要不是抨着手来 我就可以给你修好 巴铁司机富贵的这辆百度王费的硬生生的 抄在了四十个人 这步前瞧就被压裂了 连转向拉杆都发生了玩具 主销孔都封得找一件 按理说都到这种程度了 直接换根新的就行了 旁边修理厂的物理太斗眼镜湿不爽 就这点小问题根本不需要还心 凭借我的技术完全可以修好价格 只需要一千九百卢比 并且只要你还在 我们就赶给你至宝中生 在和司机还价的同时 已经把前桥拉到了自己的修理厂 你如果想反悔的话 就自己拿回去 在小谷弟的协助下 把前桥从小推车上卸下来 眼镜师傅检查断掉的羊群 原来主销孔断裂的半块卡在主销里 这维修起来就变得简单很多 要不然自己还要出料 把主销孔补上才能 眼镜师傅为了让富贵无觉着 自己没有多收钱 还拿着一个报废的主销孔对名剂 主销完全插不进去 只能用原来的材料来维修 首先用角膜机把断裂的地方打磨平整 这样才能把断裂的主销孔 安稳地对接上 接着再把崩掉的主销孔 放到台前上进行固定 也把断裂的毛刺打磨光滑 两边都打磨光滑后 接下来就是展示眼镜师傅 电焊的技术 作为巴基斯坦的物理态度 焊接这样的小伙 简直就是手拿把架 眼镜师傅曾经问过来 巴基斯坦旅游的博人 就凭自己全能的维修技术 在博内拿着月薪一万 还是很轻松的事 但是自己比较喜欢老婆孩子这趟 师傅全凭自己的经验即行焊接 中间不需要测量 经过师傅十几分钟 疯狂的电焊水 断裂的主销孔 完整的焊接到一起 虽然这样重新焊接的主销孔 在墙路上达不到原来的墙 但是换新的零件付费领域 就算一个二手的前桥 在巴基斯坦也得好几万部 还是重新维修的比较划算 师傅很快就把外面的汗索 都打磨光芒 为了能让主销很丝滑的 插进主销口面 内部也需要进行打磨 到这1900卢比的费用就耗费完了 至于弹簧坐断裂的地方 司机也不打算修了 要不然又要多好几百卢 就这司机都觉得 师傅维修的非常完美 自己用完还能传下一代也坏 无形断打精加工 全新半轴握手中 废弃锚链切一切 毛坯多到丢上街 机床设备动一动 日入过万不时梦 如果你没猜错的话 那肯定是猜对了 眼前这些从中国进口的锚链 正是巴铁用于制作半轴的原材料之一 首先工匠们会运用气割 将这些配料按照所需的要求 进行分割至所需的标准 为了确保弓箭符合所需的重量 切割出来后还会逐个称重 虽然它看起来秀极斑斑 但它价格可不一般 一般都是以1000克一公斤来售卖 差一点的也是500克一斤 为了减小堆放的空间 这些称重好的会被逐个段打成砖块的形状 这样便能整齐地叠放在一起 在需要用的时候 就会再次将其放进机油炉里进行加热 将它们烧至很多很多度 具体也不知道是多少度 因为它们并没有专用的测量仪 但用手又不能直接摸 所以它们只能通过右眼来观察 毛皮一旦达到红彤彤发亮的状态 工匠并利用夹子迅速将其夹出 俗话说打铁得趁热 所以钢坯都没反应过来 就被放到空气锤下放 并开始进行了无情的断打工序 这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也是一个非常解压的过程 铁匠们的眼神专注而坚定 它们凭借多年的经验和记忆 再加上模具的辅助 通红的钢坯不见被敲打成圆形 但这也只是刚刚断打出了轴景部分 接下来还需要继续断打突圆部分 同样需要将其放到一个专用的模具中 继续进行无情断打 就这样一直打到它复位置 断打出来的半轴毛坯 会被先拿到外面堆放在一起 进行冷却才能进行后续的加工 然而这里并没有竖控设备 只能利用手动设备 一点一点的进行加工 加工外源 它们就用万能的车床进行 虽然没有竖控车床那么快速 但也能加工出来一样的精录 经过十分钟左右的普车加工 现在突圆部分已经变得亮堂堂 当然这样肯定还不算完成 还需要拿到锯床这边将多余的部分锯掉 为了防止锯片过热 在切割过程中还会一边淋冷却水进行冷却 确保在切割的过程中锯片不会断裂 千万不要小看这个普通的锯片 像这么大的半轴 工人都用不到一个小时 便能轻松将其切割成两半 而且断面还非常的平整 切割出来的半轴会被再次固定到车床上 加工出轴径的外源 以及所需的轮廓 经过一番车销加工后 现在毛胚已经呈现出了半轴的大概轮廓 但是离成品还差十万八千里 接下来要对半轴突圆打孔 工人把半轴放在台钻上 用模具套在突圆上 并拧紧罗姆固定 这样打出来的孔就不担心位置偏移 半轴经过钻孔工具后 还需要对轴径的外源进行轻加工 让其达到所需的光洁度 接着利用洗床洗削花键 洗削出花键后 还要在上面加工螺纹 好在这里的人工成本低 要是在其他地方 这么一轮加工成本下来 都可以买几根新的半轴 通过一番复杂的加工后 完整的拖拉机半轴就呈现出来了 但这样还不算完成 因为这种半轴是用螺栓固定的 所以接下来还需要再次将其拿到台钻这边 利用丝锥进行工丝 为了防止半轴在放置的过程中生锈 工丝完成后 还需在上面涂抹一层润滑油进行防锈 涂完润滑油后半轴的制作工作就算完成了 像这样的半轴 在这里每天可以生产近百根 储蓄人工成本之后 每天净赚一万卢比都不是问题 眼前这台装载机刹车在没坏之前 它是好的 所以才拿来这里进行维修 虽然这里的条件一般 但是他们的技术可不简单 正因为如此 他们不上电视部登报 也有车主来报道 拆这种大型轮胎 他们甚至都用不到千斤顶 将固定的螺母拆卸之后 便启动车辆将铲头顶到地面 这样前轮就会被支撑起来 本以为轮胎离开地面后 他们就直接将轮胎拆卸出来 没想到更离谱的是 他们居然还来回地摆动车辆 这样即便是轮胎以轮毂的衔接面生锈 也能轻松将其分离出来 这个过程看似危险 实际上一点也不安全 搞得好就一身灰 搞不好就一堆灰 先不说车会不会容易侧翻 光轮胎压到人都难逃鬼门关 几百斤重的轮胎 师傅们拆卸出来后 甚至都不敢将它平放下来 为了安全考虑 把轮胎拆卸出来后 师傅最终还是在前桥底部 放了两个木吨用于支撑 这都是为徒弟们着想 自己老了不要紧 那几个徒弟都还没得开花呢 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就可惜了 这轮毂说难拆也不难拆 跟卡车差不多 现在只需要将轮边减速器 拆卸出来却格 虽然没有风炮辅助 但是它们人多力量大 三下五除二的功夫 便能将固定型星架的螺栓 全部拆除 所以对于它们来说 不是风炮买不起 而是人工更有性价比 随着行星架的推出 齿轮游也跟随着喷涌而出 目前行星齿轮看上去 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半轴也是完好不存 那么问题肯定是在刹车皮上面了 现在师傅们需要先将齿圈拆卸出来 后续才能拆刹车骨 当师傅们将刹车骨拆卸出来后 终于发现了问题的所在 刹车皮上面的摩擦片 明显已经磨损得非常光滑 正常来说 只需要将刹车体更换了 便能解决这个问题 但又想积肥 又想积轻秤是不可能的 因为车主愿意出2000卢比 所以只能勉强换个摩擦片 因此他们将刹车体拆卸出来后 会将其拿到垫里进行进一步维修 拿到刹车体后 师傅二话不说 便开始利用凿子凿吊上面剩余的摩擦片 后续更换新的 由于新的摩擦片 后续都是用锚钉固定 所以上面旧的锚钉 也要一并去除掉 仅用了不到五分钟 师傅就能将上面的摩擦片 以及锚钉全部拆除 可并不是直接就安装新的摩擦片 为了让它整体看起来 跟全新的一样 现在师傅还需进行打磨除灸 虽然收费便宜 但也不会漏掉任何一道工具 难怪这里的生意一直都那么好 果然是金杯银杯 不如一个好口碑 打磨完成后 就可以将摩擦片锚接回去了 这道工具也是需要人工对锚钉 一个一个进行固定 并且还需要两个人默契配合进行 虽然看起来繁琐了一点 但也能提高就业岗位 要不然就会像旁边没有活干的人一样 看起来一脸迷茫 把摩擦片安装好后 整副刹车堤跟新的没什么区别 接下来便可以将其安装回车上去了 为了防止穿销生销 在安装前师傅还会对穿销 以及洞孔涂抹润滑油 这种刹车堤还算是比较好安装的 仔细将穿销敲打回去 便可以将刹车堤固定住 男就男再拉这个回位弹簧 一个不小心 手可能就会掉一块皮 看着徒弟的表情 就知道他曾经经历过了什么 把回位弹簧安装好之后 便可以将刹车骨 齿圈等零件安装回去 为了防止齿轮油泄漏 在安装行星齿轮架之前 还需在边缘上均匀地涂抹一层密封胶 完事后便可以将其安装回去 这个在安装时还是比较吃力的 因为要调整花剑对准花剑槽 才能将其推回原位 接着拧紧固定螺栓 为了能让刹车片达到最佳的刹车效果 这时师傅还需要对刹车片 与轮毂的间距进行调整 当刹车片调整好后 行星齿轮架的螺栓也固定好了 接下来便可以将轮胎安装回去 这时需要几个人同时配合 一个负责在车上调整颤抖 让轮毂达到所需的高度 好几个人则在下面调整轮胎 但即便是这样 也难以将轮胎扛回原位 所以他们这时还需要利用撬棍进行辅助 有了撬棍的辅助 用不到两分钟时间 轮胎便能安装到准确的位置 然后把轮胎的固定螺栓拧紧 最后还需要将流出来的齿轮油倒回去 但他们并没有专用的油泵 别说用油泵了 连个喷雾器都没有 只能利用塑料瓶切出一个缺口 然后将齿轮油一点一点的倒回去 这样非常的费时间 加好齿轮油后 天都变暗了 为了确保万物一失 现在还需要对轮胎重新加固一点 加固完成后 这辆装载机就算维修好了 经过巴铁师傅们的一番精心维修后 只要不损坏 再用十年没问题 有问题也是别人的问题 巴铁维修工绝对是手工界的一股泥石流 如果你的卡车零件报废了怎么办 肯定直接购买一个新的换身 巴铁恰恰喜欢反其道行之 只要你能安全来到修理厂 他们就有办法给制作一个新的出来 眼前这个卡车后桥上的大罗姆 此时已经腐朽不堪 虽然这个零件很简单 但是卡车却是从国外进口的 新的罗姆根本不好购买 车主就和眼镜师傅商量 好以1200卢比的价格 制作一个新的开草大罗姆 眼镜师傅选用的材料是一个废弃的铁柱 这样的材料还能净赚800卢比 毕竟自己的手艺还是挺值钱的 师傅首先要做的是把铁柱的外源车削一点 完成后进行钻面车销 从这不难看出 眼镜师傅的车床手艺还是非常厉害 下刀如有神 销出的铁丝如同兰州拉面一样 清汤挂水 因为大罗姆是个有起伏的形状 所以要在顶部车销几个正台阶 旁边的小徒弟则用钳子 把车销的铁丝都夹走 防止细碎的切械嵌入机床和刀具中 第一部车销完成后 师傅则用车刀沿着铁柱外侧 画出外面八边形的分割线 并且每条都需要均匀的终点 师傅完全靠感觉进行画线 每个面在卡尺的侧梁下都分布的很均匀 真不亏是车床界的绘画师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六边形的形状师傅也没打算使用车床进行制作 而是手持打磨机直接在铁柱上进行打磨 不得不说这样的方式真是省车床 就是挺考验眼镜师傅的臂力 经过老师傅快速的打磨后 大罗姆外侧的形状已经制作完整 整个外侧看着挺规整的 接下来车销出罗姆内裸骨 首先用钻头中间位置打出中心 然后再用一个看似有四五厘米直径的大钻头进行钻 不得不说眼镜师傅的钻头真是齐全 这么粗的钻头都有 看来这物理太陡的名头让他赚了不少卢比 完成后更换车刀方向 直接给内井看过 并且在车销的过程中 要时刻测量弓箭的直径和尺寸 毕竟这要是多车出几次 那就报废了 师傅对自己的技术还是那么自信 车出的弓箭丝毫没有无产 接着用样冲在每个面底顶部顶图标题 取下的铁柱用台虎前架住 随后用钻头沿着钉秃的位置进行打鼓 等八个弓打完后 大罗姆的形状就制作完成了 为了节省车道 师傅直接使用网副锯沿着罗姆底部位置进行切割 切割好的罗姆直接掉在地上 此时还不能叫做罗姆 最重要的内镜罗姆还没有制作 要是缺少这一步 那眼镜师傅的名号就不把握 首先把切割的毛刺用车刀削光化 完成后观察罗姆归那个诗和罗姆人 毕竟罗姆制作是一次性 选错呢就预示着今天的活就白干了 接着按照车床走到表格进行调整车刀 这种参数的调整在师傅眼里还是挺简单的 没问题后直接开动车床车销罗姆 在车销的过程中还需要用顿滑枝 涂抹一下才可以 罗姆车销完成后重新放到工作台上 师傅直接使用角磨机在圆孔的上方进行切割 这样可以制作出大罗姆上面的开槽 这种方法虽然很简单但是很有效 其余的八个开槽都用同样的方法制作完成 随后放到轴头罗纹进行测试 完全没有问题 这样一个大开槽罗姆就制作完成了 效果还是非常完美的 这才是巴基斯坦只修不换的高端操作 他们本着能修则修永不报废的原则 今天又以80卢比 购买了一根与通客车上的报废减震器 准备重新翻修后再以800卢比的价格出售 师傅首先要做的是把整个减震器拆掉 如果里面的零件损坏不是特别严重的话 只需要把所有的零件都清洗一遍 再更换掉里面的液压油就可以了 师傅已经借助专业的工具把减震器螺栓拧掉 随后再用力把活塞杆从钢筒内拔出来 师傅发现内部的弹簧和减震垫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防尘套老化的不是很严重还能凑合使用 所以不用再更换新的 接着把液压油倒出来 经过多年的使用液压油已经变得浑浊不堪 如果再继续使用的话 肯定影响减震器的使用寿命 接下来开始拆解活塞杆罗姆和其他零件 巴基斯坦的大客车一般都是进口的二手车 如果零件发生损坏很难购买新的配件 所以就衍生出了专业维修各种零件的垫步 由于只修一种零件使它们做得非常专业 至于安装的时候也不需要进行清洗 只需要用螺丝刀扣出内部的油渍就可以了 轴承出现轻微的磨损用砂纸再打磨光滑就可以了 一般不会影响使用 接着按照顺序把下弹簧垫片 防尘套 减震垫等都插进活塞杆内 师傅的维修经验还是非常足的 安装的顺序不会出现错误 随后把内部的小油缸从缸桶内抽出来 用抹布把表面的液压油擦干净 油缸内部也要擦干净 原先的液压油的杂质太多 不擦干净的话就是更换新的液压油 减震器使用的时候也会出现异响 随后把缸桶的下端盖安装好用锤子敲紧式 对于密封性师傅直接用嘴吹进行测试 没问题后在油缸内倒入新的液压油 接下来就可以把活塞安装到油缸内就可以了 至于垫片安装不到位直接用手止拨证 活塞杆完全安装好后 继续使用锤子 扳手 两尺钉耙的组合把上端盖固定好 接着再使用人力拉动活塞进行测试 这样减震器就翻修完成了 此时还卖不到一个好价格 要给减震器重新喷漆才可以 表面生锈的地方需要用抹布擦拭干净 干净后师傅直接用喷枪给减震器 喷一个完美的黑色 虽然小店不大 但是翻新的减震器跟刚出厂的一样 800卢比的价格绝对买不了吃灰 这叫泵的技术真不一样 河南有南洋 山东有来想 巴基斯塔的叫泵技术也很强 眼前这个日野卡车的柴油机大泡 由于发动机油耗不断增加 还伴随着冒黑烟 于是就来到卡拉奇的这家专业的维修店进行调教 当然 校泵的技术在巴基斯塔没有专门的培训学校 师傅也是三年前来到中国山东专门学习了校泵技术 在学成归来后就来到这家小作坊进行应聘 老板一听是名校毕业 就让他做了这里的首席技师 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在这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师傅的动手能力也是很强 很快就将整个柴油泵分解决 在校泵之前 师傅要认真检查喷油嘴的助塞和针法 是否存在磨损过度或者堵塞的现象 通过检查发现有轻微的磨损和堵塞 不过这并不需要更换配件 只需要将内部零件全部清洗干净及格 老板的儿子也想学这门技术 因此这种杂活他也干得非常认真 所有的零件都清洗好后 被整齐地摆放到工作台上 师傅首先将六个助塞安装到座槽中 安装到位后再将喷油嘴拧上 再用扳手一一拧紧确保老骨不松动 为了方便组装师傅将柴油泵盆着固定到台前上 并且在安装每个零件前都需要用润滑油进行涂抹 师傅从钢体底部将组装好的助塞对准助塞套筒安装进行 随后用两根手指调整滚轮消位置 安装完成后师傅重新将柴油泵竖起来 接着将凸轮轮安装进行 并通过螺栓进行固定 师傅对柴油泵的零件都非常熟悉 它组装起来非常流畅 柴油泵组装完成后 师傅必须将它固定到这个专用的校验台上 并且柴油泵的进油口和出油口都需要进行连接 来模拟在机器上的工作情况 随着机器的带动柴油泵进入工作状况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机器上面的粮杯 内部的油量明显是高低不一样 所以师傅要手动调节机器 让它们的误差不能超过1.2毫升 再经过师傅的不断调节效果还是非常明显 粮杯的误差已经恢复到正常状态 随后师傅停下机器将剩余的部件组装上 再经过专业调教后完全就是一个新机器 发动机的油耗也会有所降低 让我们来参观一家位于巴基斯坦白沙瓦的客车生产车间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辆客车的基本形状已经完成了旱节 现在维修工人正在安装钢板弹簧 尽管环境看起来很简单 但几乎每一个底盘零件都是他们自己生产的 眼前的钢板弹簧就是由多片钢板片组装而成 只需安装中心螺栓 这组钢板就组装完成了 然后维修工人会使用钢板弹簧托架将其摆正 并检查每个钢板片是否达标 如果有多余的部分 组装工人将使用手磨机将其切割 以确保钢板片符合标准 为了让每个钢板都能完全贴合在一起 工人们需要使用专用家具将其加紧 并使用锤子敲打进行矫正 然后他们在拧紧中心螺栓螺母 以确保在形式过程中钢板弹簧不会出现异象 每个步骤都是由工人们认真仔细地手工操作完成的 确保达到统一的标准 接下来是安装绝二衬套 这个过程也很简单 一位工人用锤子敲打 另一位工人用脚稳住钢板弹簧 以避免其摆动 在两个人的配合下很快就能将其敲回原位 然后钢板弹簧可以拖回客车底部进行安装 几百斤重的钢板弹簧组在工人们的配合下轻松拖回车里 但是将其扛回钢板座并不是那么简单 只需要三个工人同时配合 一名工人负责调试后桥的角度 另外两位工人负责扛钢板弹簧 这样才不会那么吃力 安装钢板弹簧后 维修工人首先将钓尔穿销敲回原位 这个设计真是太人性化了 因为这根穿销上面有黄油嘴 所以在安装时不需要涂黄油 只需从黄油嘴处打入黄油就行了 非常棒 接下来再安装U型螺栓 如果U型螺栓没有受过挤压或撞击 那么安装起来就相对容易 只需用锤子轻轻敲打即可 但要避免用力过猛 否则会导致螺栓划牙 最后将减震器座安装回去 就完成了这个后桥的钢板弹簧安装 尽管工作环境一般 但他们仍然坚持用纯手工操作 生产高质量的钢板弹簧和其他底盘零件 他们不仅是维修工人 更是非常有耐心和责任心的工匠 看到他们的工作 让人感到更想深入了解他们的制作过程